说到杨子,大家对于这个名字可是太过于熟悉了 这些年来,杨子在演艺圈里混得风生水起 作为90后四小花蛋之一的杨子 出演的电视剧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演技在不断的进步中也是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每次出演的角色都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不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总是让人眼前一亮 曾经的小雪已经蜕变成了让人羡慕的娱乐圈当红女星 杨子1992年出生于北京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姑娘 杨子属于童星出导并不是新二代 小时候的杨子就非常喜欢表演 家里人都非常喜欢她 她的爷爷总是带着她去少年宫看舞蹈学表演 一来二去,杨子也就喜欢上了表演 喜欢模仿电视节目里的片段 小小年纪的杨子并不怕生 也陆陆续续地拍过几个策划 后来幸运地进入到了《家有儿女》剧组 扮演了观众非常喜欢的小雪一角 这部剧也让杨子一下子就被观众记住了 剧中她更是把小雪青春期的叛逆 时尚潮流又大胆的时尚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也让观众爱上了这个特别搞笑的姑娘 杨子的性格大大咧咧 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很快地融入到别人的圈子里 其活泼开朗的性格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深受观众的喜爱 如今的杨子依旧活跃在娱乐圈当中 可以说她的演艺事业如火如荼进行中 这几年她在圈里出演的电视剧《一步接着一步》 不论是古装《青云志》还是现代剧《欢乐颂》 都是人气爆棚 特别是和李仙合作的《心爱的热爱的》 戏里戏外两个人的CP感实在是太强了 看的观众们都被他们狠狠撒了一波狗粮 李仙杨子的同学曾经也扮演过很多角色 但是却都一直不温不火的 不过自从有了这一部剧的播出 她就活得一塌糊涂 也让网友纷纷表示杨子实在是太厉害了 只要和她合作的男艺人都会被带火 不仅如此 杨子和肖战的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 也陆续和观众们见面了 这部剧可以说是很多网友非常期待的 当时还没有开播的时候 其热度就非常高 不知道杨子和肖战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肖战是大家都熟悉的新生代演员 她当时拍的《陈情令》这部剧 也是让她一下子排到娱乐热搜榜上了 这也让观众们喜欢上这个颜值爆表的男明星 这几年 她在娱乐圈也是混得风生水起 凭借着超高的颜值肖战 也是在圈子里站稳了脚跟 而这一次和杨子主演的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 也是观众评分非常高的一部剧 大家公认的即将要被杨子带火的男艺人 稍早前有网友在网上看到两个人当时拍戏的花絮 想不到竟然这么甜 只见当时的肖战和杨子 在人来人往的路上 毫不顾忌周围的人直接秀恩爱 肖战假装手里拿着枪对杨子一甩 然后又扑向杨子和他靠得很近 差点就亲上杨子 不过这个时候杨子有意识地把手抬起来 直接推开了肖战 看样子 两个人像极了恋爱中的小情侣 举手投足之间都是甜甜的气质 不得不说杨子不论和谁一块搭戏 起CP感真的很强 而近日网上再次爆料肖战在交洋伴我后下一部剧的内容 下一部剧的名字叫我不成仙 合作搭档还是杨子都是实力派演员 二大没有任何问题可以保持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网上甚至透露肖战和这部作品 目前处于已签约的状态 类似于已官宣 据悉网上都在爆料肖战下部剧是我不成仙 合作搭档是余生请多指教里的女主杨子 这对余生夫妇基于申请多指教后再度联手 如果尘埃落定当然可以保持关注和期待 另外网上给出的消息是肖战处于已签约状态 这就意味着在交洋伴我杀金后下部剧基本上是板上钉钉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的态度是并不相信 还调侃肖战的饼根本吃不完 这都数不清是第几个了 至少有四个 当然肖战和杨子毫无疑问都是实力派演员 再次强强联合是两家粉丝希望看到的结果 但还是那一句话 剧组没有官宣 没有官宣就没有理由期待和惊喜 总之顺其自然就好 相信肖战会继续进组拍戏 只看接触什么类型了 肖战是优秀的青年演员 无论什么风格的作品 什么类型的角色 肖战都可以很好发挥 不过除了我不成仙之外 小编已经知道大家要问我什么了 说的正是粉丝期待已久的奇幻古装剧《玉古瑶》 其实早在今天五月份的时候 这部剧就牢牢吸引了直瓜群众的注意力 演员阵容分别有肖战 任敏王楚然 光是剧情简介就备受争议 正能量偶像肖战饰演的是男主石影 任敏饰演的是女主朱颜 他们二位的合作可谓男才女貌 势必会上演一出好戏 话说到这儿相信不少营销号都会产生质疑 在他们眼中 肖战的演技压根就撑不起整部剧 更不配独挑大梁 对此我只能说划天下之打击 因为肖战早在斗罗大陆 跟余生请多指教 证明了自己精湛的演技 当然了跟老戏骨演员自然没法比 但两部剧看完之后 个人觉得瑕不掩语 起码肖战的演技没问题 只不过剧情逻辑方面出现了很多槽底而已 个人觉得肖战对得起正能量 这三个字向来都是默默付出 没有愧的偶像二字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肖战跟流量明星画上了等号 相比较那些只会蹭热度 是一场塌房的爱道偶像 肖战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网络上的骂声越多 越能说明肖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 断争取义的去吐槽肖战的演技 其实就是在打自己的脸 任敏同样是一位新生大女演员 因参演清平月一夜翻红 长相清纯演技更是不容小觑 这次门藏眼玉古瑶不掺杂任何杂志 女儿王楚然跟任敏一样 都因情平月断层出道 可口碑截然不同 任敏饰演得灰柔公主的悲惨经历 引起了众多剧粉的共鸣 王楚然饰演的反派张贵妃 则数次被骂上热搜 多数观众都盼着她可以早日下线 侧面说明了王楚然演技到位 只要出现在镜头面前 就能让观众恨得压根都痒痒 三位实力派齐聚一堂玉古瑶想不活都难 肖战的粉丝更是无形之中 帮这部剧预热了一把 随着话题的不断发酵 央视五月盘点代播的仙侠巨石 就点名了这部玉古瑶 可见官们有多重视肖战这位正能量艺人了 值得一提的是 央视还用这八个字 简单概括了玉古瑶直言 虐恋情深侠喜飘飘 简单的八个字把整部剧的利益都诠释了出来 能够获得央视的点名表 杨并非偶然而是必然 而且这并不是肖战第一次被官媒表扬 正是因为有了央视的帮助 才让肖战没有被黑粉击倒 据网友不完全统计 玉古瑶明明还没播出 热度就已经破了60亿 肖战的降维打击掉大了多部同类型作品 纵观整个娱乐圈 也就肖战具备如此强大的实力 作为一部S级仙侠剧 主办方掉足了观众们的胃口 隔三差五就会有营销号发表所谓的上限时间 但截至到发稿为止 平台丝毫没有要开播的迹象 同样是以虐恋为主的仙侠剧 但从肖战的相关路透来看 不仅演技上有了很大的提升 还在可行范围内 富有了男主食影很多不同的味道 总而言之 玉古瑶未播鲜活 光是肖战饰演的实影就是一大看点 不知道大家都期待这部剧的播出吗 就像这部剧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